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杨风,几天前有一则消息, 这个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但是有很大的意义,著名的富时罗素公司, Foussey Russell,在9月25日宣布, 将中国国债纳入了富时的世界国债指数, Foussey World Government Bank Index,WGBI, 这是继彭博和摩根大通之后,第三家全球债券指数, 要把中国的国债纳入其债券指数之中, 这里面有好几个特殊的意义, 尤其是在当前,美国和中国气氛紧张, 美中双方正在进行多方面的经济战争之下, 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特别是美中金融战的山雨欲来, 我们先来看这是怎么回事, Foussey是一家独立的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 最著名的是Foussey 100指数, 这是在伦敦上市的100大公司, 所组成的指数, Foussey预计要在2021年10月开始, 把中国政府债券指数纳入其中,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全球总共有3个债券指数, 把中国的国债纳入了指数。 这是北京在美中贸易战之下, 持续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 这是在美中不断的经济战争之下, 北京要让人民币走出去的一种持续努力。 会有多少的金额呢? 按照Foussey 罗素所宣称的, 中国是一个16万亿美元规模的债券市场, 大约有1.5万亿美元可以纳入该指数之中。 这个金额当然远远比不上美国, 不过美国是全球金融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最大的, 相比之下,中国之前的金融市场, 是比较封闭的,一旦开放之后, 中国的债券规模,会仅次于美国。 市场规模大,潜力庞大,这是第一个意义, 但是在进入指数的初期,不会那么多, 不过中国16万亿美元规模的债券市场, 还是相当的庞大的,这是仅次于美国。 第二个意义,就是全球资金将会持续涌入中国, 并且是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 在杨丰9月26日的节目, 美中科技大战,台积电流失人才, 两岸科技人才的争夺战, 我们特别提到,一个国家要强大的两个重要因素, 人才和资金。 从资金方面来看,美国这100年来,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资金, 进入美国投资,来购买美国的资产, 包括美国的企业,股市,房地产,还有债券等。 当全球的资金都纷纷涌入美国, 这就造成了美国百年来的强大。 北京也想要依循美国这个模式,这个路线, 即便是在美国的封锁之下, 中国还是想尽办法吸引全球的资金,进入中国投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所吸引的国外资金, 有许多是来到中国,投资设厂的,也有一些是投资房地产,投资股市。 现在,在北京政府的债券方面,是要扩大对外开放的规模, 让更多的国外资金,来流入中国,助力中国的发展。 这是第二个意义。 虽然美国和中国,在今年1月15号,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是,美中双方的紧张气氛,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紧接着的是,美国加码封锁华为,改变了对华为芯片封锁的规定, 限制大陆哈工大使用美国的数学分析软件MELAN, 然后,美国又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总领事馆, 限制中国的联学生,还有研究人员,并且他想要禁止TikTok和微信, 在全球又发动所谓的清洁网络行动, 想要封锁中国的网络,又使出要献住中兴国际。 美国国家Mike Pompeo,在7月份的时候, 甚至于要呼吁全球的民主国家, 组成一个联盟,来共同对抗中国的共产党政权。 美国是一层层一步步的禁逼,除了军事手段之外, 美国下一步,还有可能会对中国发起金融战, 来限制中国使用美元的外汇交易系统和结算系统。 在今年7月初的时候,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立法, 这项法案,将要制裁那些与中国官员进行业务往来的中国银行, 因为这些官员,美国认为说,参与了香港国安法的制定。 在美国有可能对中国发动金融战的背景之下, 中国国债被纳入富时指数,又具备另外的两成意义。 第一个是,在美国如此紧锣密鼓的封锁之下, 国外的资金仍然想要进入中国,看好中国的市场, 这是非常特殊的地方,而且是中国的人民币国家债券市场。 全球的金融机构,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放弃中国, 而既然全球的金融机构没有放弃中国, 那么全球的资金,自然也不会放弃中国。 美国如果想要发动对中国的金融战,难度会加大。 第二个意义是,美国在疫情爆发之后, 美国股票市场大跌。 美国因此扩大财政支出,推出了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 最近又想要推出另外一个版本,新版本的2.2万亿美元。 同时,美国联储会也宣布了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 5月的时候,欧洲多个国家进入了负利率的时代。 现在,全球许多国家,进入了零利率的时代。 尤其是发达国家。 在零利率的时代,全球的资金要寻求避风港。 北京在这个时候,扩大开放金融市场。 同时,获得了全球三大债券指数,把中国的国家债券,纳入其指数之中。 这就为全球投资人,提供了一个资金的避风港。 中国的国家债券,进入到全球避险资产的行列之中。 这是第二个意义。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开放债券市场的重要性。 其实,开放债券市场,虽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债券市场,成为全球资金想要购买的对象。 这才是更重要的。 美国就是这样。 并且,美国还是全球的第一名。 前两个月,杨风有两期石油美元的节目,这是石油美元系列节目。 目前说到第二个单元。 下星期,可能还会继续说第三个单元。 在石油美元系列节目中,杨风提到了,美元的两个全球循环。 一个是石油美元,第二个就是全球的资金,在赚取了美元外汇之后, 再进入美国,投资美国的资产。 这是第二个循环。 在这两个循环之中,美国的债券市场,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中国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吸引外来资金,想要让人民币走出去, 就要扩大对外开放,开放本国的资产投资,特别是债券市场。 如果中国国家债券走不出去,让人民币走出去,那可是困难重重。 2018年5月,美中贸易战开打的时候,我们都在观察, 美国和中国会各自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或者说是手段。 美国的策略和方法很简单,就是持续不断的进攻,从贸易战, 从关税战一直到芯片封锁,然后再到限制应用软件, 限制中国的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往来,又发起了清洁网络运动, 还有美日印澳四方联盟,加强与台湾的往来。 美国一直都是在进攻,进攻,再进攻。 甚至于,有时候进攻的太快,过头了,美国还要拉回来一小步。 比如说,美国就曾经五次,暂时开放国内的通讯业者, 向华为采购华为的通讯设备。 那么中国呢?中国在2018年5月,美中贸易战开打的时候, 一直到今天,都是在强调,中国会更进一步的开放国内市场, 包括金融市场。目前看起来,北京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 上星期,有网友留言说,问杨峰,中国应对美国的挑战和攻击, 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用什么样的方法。 今天杨峰就来说一说,简单说一段,美金可能会采取的战略和方法。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拼命地想要和中国脱钩。 美国不仅仅要和中国脱钩,还要拉着盟国一起,跟中国脱钩。 然后,美国又搞许多的退群,退出许多的国际组织。 9月初,还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就只差没有退出联合国。 但是,另外一边的中国,却想着要更加开放, 让国内金融市场更加开放,把关税给降低。 北京希望借着开放,来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 所以,美中两国这两年的对外态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力量的差距,还有双方所采取的不同的策略和手段。 坦白来说,国际社会,至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基本上,全球是美加天下,也就是美国的天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的国际组织,包括政治上,经济上,还有金融等的国际组织,都是由美国主导,或者是由美国的参与所建立起来的。 全球主要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哪一个不是美国的盟国? 所以,当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之后,美国就不断的进攻,没有停歇过。 但是,中国却采取了相反的策略,更加的开放市场。 美国这是要逼跨国企业,包括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回到美国去投资,或者是离开中国,至少是离开中国市场,这是美国的希望。 而中国却是用吸的办法,反过来吸,希望利用国内开放市场,扩大国内的消费市场,来吸引全球资金进入中国。 这两个方法,哪一个更好?哪一个会做得最终的胜利?我们往后会继续探讨。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来看中国的债券市场。 这几年来,北京一直在努力,让人民币走出去,希望能够借此来降低,美国对中国所发动金融战的风险。 而同时另外一方面,就算美国没有对中国发动金融战,如果人民币成功的走出去,在全球交易市场获得了一定的比例,还可以侵蚀到美元的霸权地位。 北京要降低美国金融战的风险,这是防守。 另外一方面,侵蚀美元的霸权地位,这又是进攻。 所以在这方面,北京并不是完全的被动,只是看起来,好像是非常被动。 这几天有网友留言,说中国这些年来,含了那么久的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的结算比例,还有外汇储备比例,都不到2%, 似乎看起来,这2%的数字,就是一个天花板。 但是人民币要走出去,要国际化,虽然有一些成效了,但是成果还是有限。 主要的原因是,人民币并没有自由化。 因为北京也害怕,一下子让人民币自由化之后,很容易会受到美国的打击。 因为美国的金融手段,实在是太厉害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北京还没有完全的让人民币自由化。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但是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只有不到2%, 又没有办法很快的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怎么办呢? 北京采取了两个方法,一个是扩大与世界各国货币互换。 在货币互换协议方面,人民币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互换圈。 中国央行和39个国家的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47万亿人民币。 这里要注意一下,美国因为拥有金融霸权,美元就是世界的通货。 所以,美国不需要像中国那样,到处去签货币互换协议。 货币互换,在各国之间是有好处的,这是互惠的好处。 因为彼此之间的贸易,不需要先换算成美元。 除了节省成本之外,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当缺乏美元流动性的时候,不需要担心,一定要使用美元,才能够来结算贸易。 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中,全球金融出现了信用危机,出现了美元荒。 基于这个原因,到了2009年,各国之间就开始了签订货币互换的风潮。 所以,北京很容易就与39个国家非常快的签订贸易互换协议。 人民币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互换圈。 我们说了,在人民币不能够全面自由兑换之下,北京的替代方法, 一个是大规模的,与世界各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 第二个方法,就是开放国内债券市场。 现在是扩大开放。 特别是在政府债券方面。 因为政府债券市场,是以人民币计价的。 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莫大的注意。 杨峰称之为人民币计价的国家债券全球化。 这其中还包括了美国的资金。 还有一个重点。 人民币计价的国家债券全球化。 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当全球的资金都涌入了中国,到中国去投资设厂。 购买中国的资产。 购买中国的债券。 这除了能够帮助中国发展之外。 这些资金滞留在中国。 这也会让美国更不容易对中国发动金融战。 当全球资金和中国紧密相连, 融入了中国的经济体。 美国要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会难上加难。 这其中,我们刚刚说了,也包括了美国的资金, 也可能在里头。 这是中国要吸引全球的资金。 这是一个悉心大法。 要扩大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地位。 就是要让全球的国家,都持有中国的资产。 特别是债券。 我们来谈一谈时机。 中国扩大开放国内债券市场。 同时FUSI又把中国国家债券,纳入了指数之中。 这个时间点是正好perfect。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现在还是疫情大流行的时候, 全球的经济都受到了冲击。 在全球零利率的时代, 再加上全球经济下滑, 全球的资金都要寻求避风港。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恰到好处。 有关中国债券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方面, 美国和中国接下来,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 在美国方面,可能会想办法,至少限制国内的投资者, 投资中国的债券。 而中国可能会更加开放,来扩大吸引力, 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 进入到中国,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 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发动金融战,禁止中国使用美元交易系统。 其中的一个关键是,欧盟的态度。 如果这两天,没有重大的国际事件, 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就是美中贸易战以来,最大的争辩。 欧盟会站队美国,还是携手中国? 这里是风银天下杨夫时评,提醒您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您才会收到新节目的通知。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